你跟我说NCC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 我很坦白跟你说 他从委员的提名就是政治力的介入了 你去看NCC的组织法 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组织法 委员提名是从政党提名的 所以你很清楚 这个委员是民进党提名 这个委员是国民党提名 然后呢 NCC的主委是谁提名 是行政院长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 你说他这边完全没有政治力吗 虽然他号称是独立的机关 但是只要是人 他一定会有政治的考量 特别是行政 我们所谓的政治行政机关 政府机关 他其实就没有办法 完全的摆脱政治的影响力 所以好比说 你可以清楚的每个委员 是哪一个政党提名 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背后的政治 或者说背后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他的立场是什么了 了解 好那各位观众如果说对这个有疑虑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们的背景来源 好老师那像这个比例太高的标准 到底是在哪 像有人说50% 像我做是64% 那所以说不知道这个%比例到底是怎么去 他没有一个标准值在 之前在选举的时候我也带我的学生做了一次统计 同学的反应也是太多了 好像这一场选举都是全台湾只剩下韩国瑜在选 这就表示已经太多了 甚至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喔 台北的民众把选票打开来就是 韩国瑜勒韩国瑜在哪里我要投给韩国瑜 那我对于说我们从一般人民众的感官来说 感受来讲的话都觉得太多了 老师那想到就是我记得像2014年柯文哲啊 他刚上任的时候 三立甚至还做那个什么一天一文哲 也就是那时候柯文哲也是很红 红到所有电视台都在播他 好那一天一文哲他一天有几则 他可能每天都有一天一则 可是你现在看中天报道韩国瑜 他一天有多少则 非常可怕喔 他不是一天只有一则 一节新闻当中 60分钟的新闻当中 他是超过一半的 那就是违反我们所谓的比例原则了嘛 可是这样变得就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变得就是 看每个人的观感不同 因为比如说有人觉得还好 有人觉得太高 像那个比例太高标准 好像还是一个有点模糊的空间存在 我们所谓新闻要涵盖什么 国内国外 对不对 国际新闻国内新闻 好那这是两个大面相 然后你新闻要包含什么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 民生非常多 我不能告诉你百分之多少 但是一个正常的新闻台的运作 他应该涵盖的新闻的面向是非常多元的 但是有某家新闻台每天用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我不敢说每天来大部分是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用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去报导特定的一个人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样的比例是过高的 那如果假设我调这样一点 比如说40% 30% 好像也只能这样去踹 就是他到底会不会被裁罚 就是说那30%算不算 40%算不算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那就是陷入到数字的争议 那是陷入到一个 比如说别人挖了一个坑你就跳进去了 你跳到什么 他就把你引到数字上面去了 可是问题的重点不在于 40 50或60 问题核心是 你这个媒体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立场去处理新闻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你真的照顾到全台湾民众 你照顾到民众的收视 知的权益的话 你不会因为一个人去蒙蔽了 大多数的其他的新闻 全世界有这么多新闻在发生 英国脱欧啦 美国的事件啦 然后委内瑞拉啦等等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事情在发生 国内除了韩国瑜之外 也有其他的文化议题 社会议题 经济议题 我们有没有去处理 所以你去说40 50 60 我觉得那是数字之真 那个是专业尖尖了 重点是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OK好那因为我之前就有做一个 韩国新闻那个统计调查嘛 所以很多网友就给我吐槽 就是说人家收视率就好啊 人家自然就会想播韩国瑜啊 那可是我心里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播韩国瑜确实收视率好没错 但是新闻台真的是 是以收视率为第一优先考量吗 我们都很清楚在韩国瑜新闻未报导之前 中间的收视率不是第一名 但是呢 从他去年开始报导韩国瑜的新闻之后 他的收视率确实是网上标 然后标到新闻频道当中的第一名 那高收视率会带来什么呢 背后就是带来他的比较好的广告效益 所以呢在这种背后有政治 有经济诱因的状况之下 中天当然会持续的去报导韩国瑜的新闻 我们先不要去考虑他背后 其他的意识形态了或其他的动机 我们就从政治经济的利益来说的话 他会不断去报导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收视率是很重要没有错 他要存活 但是新闻台更重要的是 中立客观公平正义 那个才是新闻台存在的价值 要不然你就不要做新闻台 你去做戏剧台 做中立台不就好了吗 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sense是很好的 但是新闻台要不要生存 他要不要活下去 他要 所以呢 适度的有收视率的新闻 对我而言我是绝对容许的 只要你符合所谓的中立客观公平正义 但是如果你只为了收视率 刻意去操弄新闻 对我们学习的来讲 那就已经违反新闻的专业 好谢谢老师 老师那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专访 要跟老师说个抱歉 因为就是我不是专业的主持人或记者 所以可能在讲话的时候 没关系 这个自媒体的现象就是 大家都做自己 但是我们做自己呢 必须要是真诚的 然后呢我们也尽量要能够客观的 不要有预设立场的 我觉得那个预辞的修饰什么 那个都是在其次 希望我们台湾的媒体越来越好 OK 台湾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好 那就大家一起加油 好 大家加油 拜拜 OK好 刚刚这次真的是有点紧张啊 但是还是很顺利的 把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NCC采法中天新闻台 还有什么疑虑呢 或者说还有什么说明解释不够清楚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留言区 我们大家再来慢慢的再来讨论 OK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在下面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我是长男 拜拜